程珊珊 32岁 德州市华语学院 计算机专业 主持人好 各位老板好 人力资源老师好 我是来自山东德州的一个 通过地摊来逆袭人生的二胎宝妈 没有文化 没有背景 我用一句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就是小小的个子 天王盖地虎 仙女一名五 今天想要找一份自媒体的一个工作 然后希望赏收我的老板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我们今天的这位求职者程珊珊 她是中国式求职 坐在我们人力资源专家席的 是程珊珊的爸爸 来 程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各位老板好 您叫什么呀 我叫程宝树 好 欢迎您程宝树先生 请坐 谢谢 叔叔可能比你还紧张 大学老师 叔叔上来之后 他说我特紧张 我本来不想上来 女儿非要让我上来 把生班硬拉给拽上来的 女儿为什么一定要让爸爸上来 因为我们家五个孩子呢 我父亲就是特不容易 我是亲呀 我是家里老大 小时候跟过姥姥 跟我姑姑 也跟过奶奶 就是从小比较独立 但是我爸妈比较辛苦 我是看在眼里的 所以说父亲在你的生命当中 应该说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 是的 加一顶梁柱 你今年是三十二岁 对 你这个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你今天想来找的是一个传媒类的 新媒体的岗位 销售也可以 营销讲师也可以 自媒体呢 我本身也是有运营账号的一个能力 我看看您是零五年就读的 哪年毕业的 我是三年半嘛 三年半 对 那就是说毕业了 零八年开始就做生意了 我一直就没有上过班 因为家族 我爸爸是做小生意的 然后我一直就帮他 看在眼里他比较辛苦 所以说那你等于十九岁 你就独立出来上班了 是 是的 然后干了五年 五年之后结婚了 对 我注意看你现在有一家传媒公司 对 做董事长 对 那您都董事长了 您还来求职 您是来招人的吧 不是招人的 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别逗了 因为我 我爸爸是因为去年负债 做生意 投资赔了一百多万 完了之后 我就是立志 我要给他转回来 我们就摆摊 我今天还给大家做了一些 我自己来 就是地摊做的 食材 新鲜的食材 就是我们的 我自己做的五股鸡爪 还有那个蒜香的鸡爪 请各位企业家尝一下 还有主持人 我今儿给你带来了 都是你亲自做的吗 都是我亲自做的 今天上午我们用了一个酒店的厨房 虽然是地摊的东西 绝对干净卫生的 闻得好香啊 来尝一下 谢谢 老板 谢谢 谢谢 哇 最后给大辉老师一份 谢谢珊珊 谢谢 大辉老师 那我们开始品尝了 来尝一下 谢谢啊 这老师 您闻的是什么味道 这个是五股蒜香的 蒜香的 这个呢 这个是香辣的 香辣的 对 哦 这是谁的手艺 你的还是叔叔 我爸的三十多年卤味 然后再加上我 叔叔以前是干卤味的 对 再加上我来给他惊惊惊惊 然后惊挑吧 你都吃上了是吗 哎 这你都吃上了 快吃完了 鱼鳞的都快吃完了 是 哈哈哈 你这让我们的节目 真的很好吃 我就是靠这个地摊来逆袭的 小程我觉得你没必要来找工作了 你自己有这个手艺对不对 家里有这个祖传对不对 还有这个新媒体还有粉丝 你干嘛来找工作 我就把把那个我爸把我用五个月时间 然后把我爸的账给还完 五个月你还完了他一百多万的债 对 天呀 姑娘你太棒了 励志 就是通过地摊 我可以做到就是两个小时 九分钟卖过一万零一百六十九 三个小时卖过一万二 开摊第一天卖过九千多 能不能说说你这怎么卖了 就是三小时卖了一万多的 我们那是第二个摊 第二个夜市开摊 之前也有一丁的 就是说我做的是同城号 五个号同时启动 然后就是天天给观众种草嘛 这吃的东西谁受得了啊 有的人都说 哎呀你们在哪呀 就是各种的问呀 怎么方式获取流量呢 我最想听这一段 那么就是热门思维 就是爆款的标题 勾魂的文案 热门的音乐 再加上一个人的表现力 那你讲一下你最热门的那个 最后播放量是多少啊那条 播放量九百多个W 涨了多少粉丝啊 涨了五千 当时它是不精准的 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抖音账号 嗯 你在抖音账号里 给观众输出的是 我自己现在卖鸡爪很赚钱 自己当老板 不用出去打工 那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是为什么呢 家里的这个算是也是家族企业吧 虽然我是法人 但是都不归我 都归我爸的 完了之后我妹夫他们都可以承认 我妹 我三妹管那个采购 我妹夫管销售 然后我爸管运营 所以我能全身心地去投入一份工作 其实职场这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去进入的 就是我觉得你要在那儿 其实挺好的 我只想 我只想找一份属于 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我会用心去干 因为我的偶像 我们的杨荣老师 还有我们的于林 因为他们年纪轻轻的都有事业有成 年轻有为 你怎么看出来他年轻有为的 我们跟他朝夕相处都没看出来 杨荣倒是 你看杨荣典型的就是智慧和美貌并重 吗